這個問題很好啊 你前世是不是做到好事 所以今生可以遇到NICOBB 嘩 嘩 嘩 Hello大家好我是Ryan 我是Nicole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對著海 我們現在在埃及 在乘輪 在乘輪上 來個千元訂閱的Q&A 有一點特別 不在室室 給個美景大家看一下 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 終於突破到一千訂閱了 希望今年內 給自己的目標 希望今年可以訂到五千訂閱 那就最好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和分享給朋友看 話說是一千訂閱的Q&A 就回答一下你們的問題 有些問題 大家想問一下 LICOLE 交給你了 篩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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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都會答 我見到第一個 她叫你新的一年都要記得提帳 沒錯 來到埃及了 你沒有這些帳 怎麼配合這個氣氛 好像流浪漢一點 其實不是 總之去新旅行 她都喜歡不提帳 而且最近經常戴口罩 沒有提帳 我應該回到香港 所以我會再提帳 在旅行的時候 就讓大家看看我有帳的樣子 好 下一個了 夾公仔 看哪個youtuber最多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分不同時期 我是看不同人 一開始 其實沒有特別哪個多 我一開始 我們倆都是看ViuTV 入式的 對 看Youtuber多可愛 然後 我開始夾台式公仔的時候 我會看豹和孫孫多 我就看看那一期 我想提些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們不同 譬如孫孫 我一開始都會提的 但後來我覺得她們全部都是打火 打大火比較多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悶 對我來說 後來我喜歡看一些比較沒有公仔 雜物 有popoTV 我現在都在看中 因為中傑有時候也不是打大火 她可能是打Finger 雜物她也打 我現在就看到一些 對 到後來我看 K-Ming和Dou-Sou-Dou 因為她們一直到來香港 我經常見到她們 我偷偷地向她們學習一下 然後看看她們的影片 她們打大火也很厲害 但暗黑的就不要千萬戀了 哈哈 那下一題 下一題 為什麼你會拍片夾公仔 一開始就 咸觸鋒 喜歡夾公仔 她就連我一起夾公仔 她說 我們兩個就夾一下 不如 付錢夾公仔 不如試試拍片 我們就開始了拍片的生涯 所以大家一開始看到我們是不太會夾的 很差勁的 後來就開始進步了 多謝很多觀眾 一開始 我們不認識的時候 就一直看我們 這樣就感激他們 雖然實力不太厲害 但起碼會夾公仔 就這樣開始拍的公仔 然後你很搞笑 你經常都送東西給我們抽 你還有沒有錢的 通常出到貨的話 不是太虧了 我都不介意送給你們 但有時候 就不太容易夾到 花很多錢 再送呢 就很昂貴 所以我通常都會 找一些台主 或者找一些場主 跟他們說 喂 你是不是要送錢 或者他們自己都很聰明 其實很多通常 看到我們在玩他的台 有拍片 他們自己都會送給我 他們會自己走過來 跟他們說 咦你們拍片 不如我送一隻出去 給你們抽吧 他們都會很聰明 如果有看的台主 記住 如果見到我來拍片 你記得送一隻 我送給觀眾 因為其實我都不是自己要 我都是送出去的 這個問題很好 你前世是不是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今生可以遇到你的寶寶 嘩 嘩 嘩 當然啦 我就是前世做了太多好事 所以大家都看到 我玩幸運台 都是沒什麼運氣的 因為我的運氣 已經用盡了 就用盡了來結識 這個Nikko BB 所以接下來都沒有運氣了 下一個 下一個 什麼時候可以跟Linus一起拍片 Linus 就是我哥哥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哥哥是 Linus 是之前做香港先生 現在有做兒童節目的 通常四點多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他 他做一個油獎的角色 紅色衣服的紅戰士 他最近也有開始拍Youtube 他也是拍一些生活的東西 我看看會不會到時有機會 拍片給大家看 我們兩個兄弟 有什麼搞錯 或者他 因為他很健身 他很大型 看看會不會拍片 然後 如果拍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他 他就教我怎麼變身變大隻 然後長一點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好 然後 1000個訂閱 會不會有大大大抽獎 當然會 這個1000個Q&A 最後我會送獎品給大家 但由於我們去旅行 我就展示不到給大家看 那我片尾會再告訴大家 我送什麼禮物給大家 記得留言抽獎 大前提是 你當然要繼續支持我 幫我Saya出去 Saya得越多 那我就送得越多 加了多少學費才能夾到東西 加了多少學費才能夾到東西 其實沒有的 沒有說加了多少學費 譬如我覺得 看你選擇打什麼台 我自己喜歡打一些 像林林秀森 秀物台 那些 我始終每天看到東西堆得很滿 就算我最後出不了 其實我玩過的過程 我也覺得很開心 那時候 我們剛剛開始夾 其實我們不懂得夾 但都出到過 所以 看你夾什麼 夾Finger 可能你要兩三個月才夾到 因為它都有它的價值 有它的難度 或者你夾毛公仔 但是很多人直上直落 其實都出到過 基本上 剛剛開始的都會玩的 對 即是等於 其實我自己做公仔台 那些人 我經常都覺得我自己的公仔台 是專點高手的 其實我公仔台直上直落 但那些人很喜歡 即是有技術的人 是出不到我的部記 但沒有技術的人才能出到的 所以 所以很難說 交學費交多久 拍YouTube 有什麼基礎的裝備 對 拍YouTube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有部電話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YouTuber 就不用說很複雜 你又要想到什麼 相機 麥克風 很多各樣的裝備 如果你有心拍的話 其實有一個電話 想到你想拍的東西 拍下它 然後上傳去YouTube的話 基本上 你有影片就是一個YouTuber 那只要你不斷地想 你想拍的東西 然後展示給大家看 那終有一天 你是會成功的 如果有興趣 大家都可以將自己喜歡的東西 記錄下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回憶 那還有最後呢 其實我看大家留言 有很多都是跟我說 要戴一個口罩 那其實有些影片裡面 有很多是我們之前拍的 所以有很多是我沒有戴口罩的 那之後拍的影片 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都會戴一個口罩 所以很乖 來到非洲 埃及 就不戴了 自由奔放 那時候我們是有很乖 戴口罩的 大家記住 這一輪都要戴一個口罩 保住大家的健康 希望大家健康康 最最重要的 那 那以上的Q&A 就來到這裡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禮物呢 我就會有很豐富的禮物 那一會兒 我就會展示給大家看 在相片裡 記得每人只限一件 就選擇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就留言說想抽你哪一隻東西 那你就有機會得到那樣東西的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繼續享受我的埃及之旅 那回來再次再抽獎給大家看的 那記得喜歡的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記得打開小鈴鐺 就能收到第一支帳 那我們繼續加油 希望今天五千訂閱 成功啦 五千訂閱 那我們下段影片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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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先看 我突然發現自己的頭 我有帶你的武器 哈哈哈哈 被人發現了 沒有張開頭的破壞形象 好了 第一天我們很差 看NG 不看NG